春节假期大家都在快乐过新年 不过警察、易警、民房、守望相助、消防、三大职工等 协行人员却还是坚守岗位 要维护大家安全 简安厢公所特别会同了 乡民代表会、妇女会、简安厢农会、台开公司 还有多位村长们组成了卫绕团 前往了简安警分局、辖区内各个派出所 还有巡守队及消防队等多个单位 执政卫绕品和卫文金 表达了对春安工作人员最高的敬意 春节连续九天假期 简安厢的易警消 还有协行名利等 坚守岗位展现了守护 治安与乡亲安全的准备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别和简安代表会 妇女会、简安农会、台开公司 还有多位村长们组成了卫绕团 前往辖区内各个派出所 消防队、巡守队来制证卫绕品和春节礼金 今年巡守队更承担起我们独居老人 物资的这样的一个关怀 来受达跟精神慰绕的这样的工作 真心感谢 在疫情期间我们的疫情民房 依然在我们的派出所 跟我们所有的岗位上来做协行 来做协力 当然也谢谢我们的这个警察同仁 我们的所长 跟我们大家一起的一个努力 新年快到了 大家执勤 请大家能够注意自己的安全 口罩戴好戴满 如果有任何需求的 跟吉安湘公所来联系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 各项防疫资源 益助的这样的力量 吉安湘公所在代表会支持下 也编列了关怀预算 为乡内协行人员选购兼具 防疫与食用的个人餐盘组 还有保温瓶 也透过年节的慰问 传达温暖祝福 乡长游淑珍也呼吁 所有执勤的兄弟姐妹们 要注意防疫安全 湘公所会全力协助各项 防疫资源力量 一起度过疫情难关 也期盼在大家携手合作下 阻断传播链 守护健康 安心服务过去年 这日会见相报道